看不懂你的本科到底是哪个专业 因为这上面写 郑州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第二学历 第一学历是统招本科 第二学历网络教育 本科毕业之后 我从事直接就开始从事建筑行业了 就是我们建筑行业就考一些证 所以你毕业之后 做的最长的是在地产行业 接着到6月 6月20几号吧 这十年在地产行业主要是干什么职业 什么岗位 主要的岗位是工程造价 预算 决算 是一直在一家公司干 还是换了几家公司 六家公司吧 我听说不是在地产行业 尤其是做你这个岗位 一般都会做挺长的时间的 您那是听说 实际情况像我这种情况 十年换六家来 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每次跳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可能是在小公司的时候 很轻松很安逸 那你说一下你这六次跳的变化 第一家跳第二家 就是从乙方调到甲方 人的比较一个梦想 都想进甲方嘛 第二次跳槽就在甲方 就是那个去郑州一个 应该说的是比较保守的一家地产公司 很小 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想找一个频率高一点的 节奏快一点的 主要是想多学点东西 就从第四家公司跳到第五家公司呢 那就从国外上市公司 跳到咱们国家宇宙第一房企 碧桂园 工资涨了多少 当年两千多一点 最后一次跳槽呢 就是我在圈里面 应该还是有点小有名气嘛 就人家把我推荐过去嘛 推荐过去 其实我是降薪过去了 别人以为那是个难事 我个人认为那是我展现 我能力的一个平台 我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顾问 盖一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 一个项目的周期 起码在两年左右 而你在过去的 这个四份岗位上面 没有一份工作工作过一年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真正在职场上 能够表现来看是能踏实的 我个人能力就是这样 我到一个公司 正常情况下 半个月 这个公司在岗位上 就需要我要学的东西 半个月这个公司的东西 我都学走了 我看这个简历 你所有的离职原因 都是个人发展 但是呢 我如果招你的话 首先我要做 全面的背景调查 你如果调查的话 段总我可以当着 全国电视观众面 上面连日期都不会错 工资一毛都不会错 我相信工资和日期是不错的 但是离职原因是有 有待商圈 因为咱们的点力表 只能签这么多公司 前面还有两家公司 每家公司待了两年 要接近三年 段总 这里面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逻辑 是说企业对你的预期 应该和你对企业的预期 是一个双方互相承诺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说把你交汇了 你就可以走了 它不是这个期望 第一 我学的比较快 第二 我一个月的工作量 相当于别人一年的工作量 最后一份工作 之前这个项目 两年换了七个人 两年做不成 我到这个公司 我是五月十号到这个公司了 五月二十五号 这个大学 临时店全部掌握正式店 我用十五天 干成别人七个人 两年干不成的活 这就是我的效率 这么棒的话 为什么还被辞退呢 就是可以当做 全国观众的面 就给每个建设公司老板 提个醒 如果你的工程 你发现走得非常慢 可能不是你的管理原因 也有可能是 你工程的管理者的原因 他故意把你工程拉慢来 就是我去这个公司 说白了 我是挡了别人财路了 两年干不成 我到那十五天干成了 我想问一下 就那两年 你是自己创业去了是吗 疑疑疑疑疑的疑疑 离婚之后遇到疑疑 有孩子吗 有 跟谁呢 跟了前妻 改了姓 你有多久没见孩子了 一年多一点 就是你说话的时候 眼睛是直勾勾看着别人 然后呢 说话的过程当中 始终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一种 你不信我 我就要怎样的那种感觉 你是遭遇过什么没有 遭遇过的话 我遭遇得太多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是六月十号 我在我们工地 走了三万步 走了七个小时 中暑了 我身体特别难受 我直接打车 就去到临州市人民医院 抢救我 这当时真是抢救 你不知道我怎么过去了 九点三十的时候 我给我那区医总裁 承诺的是 十点给他报告嘛 九点三十我打电话 你报告小安没有 我说领导 我当时我正在抢救 领导我在抢救 说算 那抢救到主任 我说你再晚来一会儿 明天上 把你拉到 直接给你开个追导会 肾衰竭 众数很严重 一句问的话都没有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 一句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 你现在最需要的 应该找一个 专业人士 跟你书解一下 我开一时以为 你是刻意摆出 这样的一副样子来 告诉你我很强 我不想受欺负 后来我发现 其实是你内心 自然而然发出来 其实我这是 从轻到重说的 后面来一句 你跟你女儿 会这样说话吗 不会 你有几年没见女儿了 她家不让我见 你前妻为什么 不让你见孩子 她就不让见 她怕我把孩子抢走 就那个意思 你想跟女儿说点什么 女儿啊 我是你的 生父 截止到今天 你应该是 四岁 八个月 零十一天 零十四个小时 有可能你 你的母亲 把你的名字改了 把你的信念改了 但是你的籍贯 是永远改不了了 你的根 就在随线 这是我如果不告诉你 可能你辈子都不会知道 就是提醒我 前妻我的女儿 咱们的女儿吧 已经五岁了 当时一五年 大夫提醒我 五岁的时候 要复查一下 看她那个心事 到底闭合没闭合 这个事情来 只有麻烦你了 因为我也见不到 我也见不到她 你说了这么多 不想对女儿 说一句 爸爸爱你吗 我称不上爸爸 只能成胜负